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爬上街梯謹慎的左顧右盼 但超萌的黃猴雕 可不知道自己已經被 隱藏攝影機拍下來 這畫面拍攝的地點 就在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另外一道路 近來這裡車輛增多 動物遭到露殺 或是受驚嚇 掉落脊水井的頻率增加 羅東領館處特別打造了 簡易的動物通道 要保護牠們的安全 小心翼翼的踏上階梯 搖晃著身子 模樣可愛極了 歷經了兩個月的觀察 發現已經有超過20種動物利用 就連少見的長宗山羊也獻蹤 在去年度開始 我們就在一鑽一線的沿線 在這樣子的脊水井或陰井裡面 做了簡單的這樣子的 木製的生物的逃生通道 那萬一牠們有掉落 或是不小心跌落的時候 牠們就可以順利的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木爬梯的部分 達到牠逃生的一個目的 而這樣的做法 也讓不少的民眾 大大讚揚 我覺得很好 暫定牠們的死亡率 讓我覺得對於台灣整個環境 對整個動物的環境 真的很好 羅東領館處 目前持續記錄 不同物種的使用頻率 要作為未來辦理 各種動物通道的參考依據 就是希望讓這些野生動物們 也能夠有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 華視新聞張正惠 莊宇傑 張道友 宜蘭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